动力女神林志玲近日现身北京为其新戏做宣传 工作结束之余也不忘品尝北京美食 她和友人吃着火锅 并在微博上晒出美美的自拍照 敷衍表示 北京糖葫芦sweet 冷冷心也要记得暖身暖心 大家小心不要感冒风寒 室内暖气也要小心抬干燥哦 照片中林志玲化着简单的淡妆 穿着黑色的毛衣 手握着一串冰糖葫芦做青鸟妆 她头发简单的束在耳后 皮肤光滑细腻 白里头红 好似少女一般 非常的漂亮可爱 慈美照一经曝光 就引发网友的围观和讨论 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 有网友表示 女神就是女神 吃个糖葫芦也那么美 也有网友感参称 怎么岁月就没在你身上留下痕迹呢 除了不少夸赞及颜值高 还有网友表示 都40岁的人了 说话还是那么温柔惹人爱 不过女明星为了保持身材一直很拼命 也有网友吐槽称 志玲姐姐别装了 糖葫芦和果果哪个你能吃 用完别忘了还回去 夜思雨的新闻中心 上下报道